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心经,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现在由于空气污染太过严重,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正在悄悄地伤害着我们的肺部健康 尤其是吸烟人群,更要注意保护肺部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两物泡水盒,有助润肺止咳 1.款冬花,准备款冬花5-10克,少许冰糖,用开水冲泡,每日饮用几克 款冬花是菊科植物款冬的花蕾,卫心,性温,硅,肺精 具有润肺下气,化痰止咳的作用,常用于治疗,咳嗽,气喘,直气管炎等症 2.罗汉果,取罗汉果5-10克,去核弄碎,加入肺水闷泡,放凉后即可饮用 罗汉果被人们誉为神仙果,具有清肺润肺,化痰止咳的功效 中医常用来缓解肺热,肺脏所引起的咳嗽等症 但需要注意的是,肠胃不好的人博弈引用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小动作,有助养护肺部健康,垂胸顿足 采取站立姿势,两手握成空拳,甩动双臂,一只手敲打前胸,另一只手敲打后背 敲打的同时迈腿,采用顺拐的姿势 同手同脚走路,用脚掌着地,每天坚持做20次 肺拘于胸腔做此动作,可以帮助梳理肺气,促进身体排毒,保护肺部健康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可以随时私信我们,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心经》,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人体的脚部有很多穴位,联系着五脏和大脑神经 同时也承担着身体的全部重量,所以脚也是身体健康的情欲表 如是脚部出现这三种症状,或许是疾病找上门 1.脚掌疼痛 脚掌疼痛除了走路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是血糖过高引起的 血糖过高会是神经系统代谢异常,导致神经性病变,就会出现脚掌疼痛,脚麻的现象 2.脚趾冰凉 脚趾冰凉出现暗紫色,极有可能是血液循环减慢,血管堵塞导致的,需要警惕心血管疾病 除此之外,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出现脚冷的现象,需尽早进行检查 3.脚底发黄 肝脏主要负责人体代谢,如果肝功能下降,身体里的胆红素无法排出体外,堆积在身体末端,就会出现脚底发黄的现象 建议大家每天睡觉前经常泡泡脚,然后再搓一搓脚心,通过这种方式,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气血运行更加通畅,也可舒缓身心,有助睡眠 不仅能预防许多疾病,还能更好的养护身体健康,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可以随时私信我们,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心经,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人体自身不仅具有强大的免疫功能,自愈能力更是神奇,常见的皮外伤,在没有处理情况下,也会慢慢愈合 而这三种疾病,正是自愈功能强大,身体健康的一种表现 1.发烧 偶尔发烧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可以增强身体抵抗力,产生更多抗体,帮助抵抗一些病毒的繁殖,辅助消灭病原体 但当发烧超过39度时,需要及时进行治疗 2.腹泻 当我们使用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身体就会及时开启自我保护措施,将有害物质通过拉肚子的方式排除体外 如果腹泻强制用药物加制,有害物质就会滞留在体内,无法排除,反而对身体有害 3.感冒 一般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是身体强大的自愈系统在帮助排除毒素 然而,吃感冒药并不能缩短生病时间 想要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首先就是要拒绝滥用药物,不仅试药三分毒 经常吃药还会降低自身的免疫力,产生耐药性 其次,日常生活中要坚持适量的体育锻炼,强健身体,也可以预防取多慢性疾病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可以随时私信我们,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心经》,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雄性激素是男性体内分泌的一种重要的激素,维持男性的基本生理功能 雄性激素旺盛的男性看起来更有男人味,也更有魅力 雄性激素旺盛的男性一般会有这三种特征 一,血管健康,有弹性 通常,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的男性,血管比较有弹性,也比较粗壮 因为雄性激素能够刺激血管,增加血管韧性 新陈代谢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有益身体健康 二,喉结明显 当雄激素分泌充足时,喉结就会比较明显 这也是十分明显的男性第二性征 如果男孩在青春期之后,喉结还不吃太明显,多半是缺乏雄激素 三,睡眠好 雄激素分泌充足的人,睡眠质量都较好 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也比普通人长 因为如果雄激素分泌不足,内分泌平衡会被打破 生理机能也会受到影响 雄激素不足的男性不妨试试做负重深蹲 手拿杠铃或是其他重物,举到胸前 双脚打开,慢慢下蹲 使大腿与地面平行,重复做六组,每组十二个 坚持锻炼可以助进体内雄激素分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但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却在逐渐下降 除了自身的一些问题,与父母也有一定关系 这四种疾病就具有一定遗传性 家长和孩子都要注意 一,糖尿病,糖尿病属于代谢障碍性疾病 是具有遗传因素的 如果家族三代中有三人以上都患有糖尿病 家属遗传下一代的概率相对较高 所以,有家族糖尿病时的朋友 一定要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二,高血压 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 具有基因遗传的可能性 父母若是高血压患者 孩子患有高血压概率高达40% 父母一方患有高血压 子女得病概率为28% 三,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医学上称之为阿尔茨海默症 属于多基因的遗传疾病 有调查数据表明 如果父母有老年痴呆患者 子女患病的概率会比普通人高出4倍 四,哮喘 哮喘是遗传几率较高的一种疾病 如果父母中只有一个患有哮喘 孩子遗传的几率是30%到50% 但如果爸妈都患有哮喘 那么几率就会提高到80% 过敏性哮喘尤为严重 温馨提示大家 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更要为孩子的健康负责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成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你的老朋友圆圆 花生不仅被人们称之为长寿果 相对于其他坚果来说 价钱也很便宜 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小零食 老年人每天吃一把花生 对身体有着四大好处 一,保护心脏 花生中富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具有降低血脂和血清胆固醇的作用 可以养护心脏 减少患上冠心病的概率 二,强健大脑 花生属于坚果的一种 其中所含的卵磷脂和脑磷脂 是神经系统组成的重要物质 常吃能改善血运循环 增强记忆力 预防心脑血管等疾病 三,养胃 花生可以抑制胃酸分泌 保护胃黏膜 当吃了某些刺激性食物 胃反酸时 吃几颗花生 充分咀嚼后 胃酸可得到有效缓解 四,控制血糖 花生能够增加饱腹感 控制食欲 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每天吃一点水煮花生 可以使血糖保持平稳 虽然花生有这么多好处 但食用时也要注意料 吃多了会导致血脂升高 每天吃25至35克即可 高血脂患者禁止食用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之事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静康清静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现代人由于长时间久做 饮食较为油腻 缺乏运动 很容易患上痔疮 而又因为尴尬 不好意思去医院 今天就来教大家三个小方法 缓解痔疮疼痛 消除难言之隐 一,血味法 孔醉血 孔醉血位于人体前臂掌面饶侧 腕横纹上七寸处 用双手拇指指腹按压孔醉血 并做缓撞运动 每次三分钟 每日两次 按摩此血可以轻弱止血 促进大肠气血运行 肠刺激死血用于缓解病血 痔疮出血等症 二,食疗法 紫菜汤 取紫菜时刻用开水烫开 加适量的调味料 搅拌均匀 饮用即可 建议在晚饭之前的半小时喝一碗 紫菜含有一层柔软的粗纤维 大量的钙 磷 铁 碘 和多种维生素 能促进肠胃蠕动 还能预防脱缸的现象 三,清洗法 无花果叶水 准备一点无花果叶子 洗干净泡水喝也可以 煮开后用枝叶直接清洗换处也可以 无花果叶子之所以可以缓解痔疮 是因为它含有的殖酸钙美 它具有整肠作用 力通便 并且能净化血液 使污血排出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我是您的老朋友圆圆 都说痛风是一个富贵病 大多数人是由于饮食过于丰富 导致尿酸过高引起的 劝告高尿酸患者 这三种食物尽量少吃 1.卤笋 卤笋属于高飘凉蔬菜 痛风患者食用后 会进一步增高血尿酸浓度 不利于尿酸排出体外 更会增加痛风患者的病症 2.海鲜 不要吃海鲜 尤其是鱿鱼 墨鱼 虾 螃蟹等 因为这些食物 富含多糖 高蛋白等 这些都会加重肾脏分解的负担 使尿酸增高 所以不易食用 3.香菇 每100克的香菇当中 含有飘凉含量高达214毫克 食用后会导致大量的尿酸 沉淀在血液中 经血液循环来到软关节部位 从而增加患痛风的可能性 再给大家介绍一味降尿酸的水 金钱草水 取金钱草15克 用水肩服 每日一次 金钱草 胃苦性寒 有很好的清热利尿 聚风止痛 沥湿退黄的功效 经常煮水喝 有助于降低体内的尿酸含量 对治疗尿路结石和肝胆疾病 有很好的疗效 也可加入山楂叶一起煮 效果更佳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方法简单 不结实 科学减脂 不伤身 大家好 我是您的私人健身教练 倩倩 今天是早见运动的第13天 这期节目要交给大家的动作 叫做腐身登山泡 腐身登山泡 是对于练习我们全身性 包括心肺 一个很好的动作 它主要是属于一种功能性训练 比如说有很多人觉得 自己的心肺功能有所下降 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分解动作 首先我们促称在瑜伽垫上 手臂伸直 双脚向后 脚尖顶地 核心收紧 整个身体要保持一条直线 在做的时候 先曲腿向前提膝 让我们的膝盖往胸部方向靠近 好 在做的时候 动作连贯起来 这个动作 大家在做的时候要注意 整个核心要保持收紧 在提膝的时候 是向前側 腿向后登直 是不要向上弹 因为有很多人在做的时候 会做成向上劈腿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 我们的膝盖往胸部方向靠近 在做的时候 整个核心保持收紧 大家可以用手机计时 做40秒 或者自己数40个 一共多4组 下面 再给大家做一下联络的动作 好 今天的动作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健康心经 同时 请大家准时收看 每天下午两点的直播 跟着我一起来锻炼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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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